目前氣象局正在針對颱風 做出最新的說明 過去的移動速度都相當的快 目前的位置 已經來到了雲林縣這個地方 我們預測它在今天上午很快的 就會在雲林跟彰化之間來出海 出海之後我們預計 它可能組織上 它的結構上會進行重整 當它重整完之後 才會比較明顯的速度 在以每小時19到18公里左右的速度 向金門北邊進入中國大陸 所以以這樣的情況來講的話 未來在今天晚上之後 台灣本島地區才有可能陸續 會脫離它的暴風的範圍 所以在今天的整個過程當中 在整個颱風暴風半徑 影響全台以及外島金門 馬祖跟澎湖地區的時候 全島地區跟外島地區 都要特別防範強風豪雨 至於整個降雨的情況來講 我們從雷達回播來跟大家做個說明 目前可以看到 主要的強回播 不斷的對中部以北 跟花蓮以北地區帶來一些影響 從過去前面來看的話 主要的累積的降雨量 都集中在北部 東北部 以及北部的花蓮地區 所以這幾個地方雨量都特別多 其中以宜蘭的太平山 目前的累積雨量 在過去兩天已經累積了 大概1200毫米左右 整個情況來講 北部的降雨的狀況 應該會持續到今天的下午 下午過後的話 北部地區的整個降雨跟風力 才會有逐漸減緩這種機會 至於在南部地區 可能是未來一個重點 目前的整個風向 主要都是以偏北風為主 所以迎風變的 北台灣地區是主要的降雨的地方 但過去的資料顯示的話 颱風中心要從陸地移到了海峽 這段過程當中 風向就會由偏北風轉為西南風 所以在迎風面的中部以南地區 就是未來可能要特別注意 一個地方 強風 豪雨 預計現在開始 一直到晚上這段時間 都會對中部以南 和台東的山區 帶來明顯的一些影響 這也要特別提醒 大家特別留意 好 雖然13號颱風 它強度在過去有稍微減弱 不過它還是維持比較完整的 包半徑有達到300公里的這種大小 所以要提醒大家 今天一整天 都是完全影響台灣地區 距離台灣最近的一段時間 所以大家都不要掉以輕心 特別在中部以南地區的民眾 這種持續近的強降雨 未來都會持續的一整天 以上是最新的颱風動態說明 好 市長取得說法 今天颱風就是影響台灣 最明顯的時候全台都在緊接範圍當中